來豪宅跟換水後 魚鵝的狀態記錄一下 全部都用得很好吃 水也變青了 然後我們來看它這個 來這一隻 這隻它稍微有白點有沒有 因為那種水質有動彈 這隻是什麼它買起來 穩定性它是大概在第七天 到第五天它再慢慢有白點 然後會 因為好了之後又爆發 好了之後又爆發 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但是從漲開始又變多 漲下去什麼 這個魚還在那裡沾沾沾沾 可能那個睡著了 觀察指標這一隻 它明天白天 那個白點必須要不見 晚上它會再跑出來 那是正常有了 第二個觀察指標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目前是 它原地也是稍微看 它走出來 走出來 走出來 再走出來 哦哦 沒黑 我再走出來 稍微看 那因為第一次把它換水 就是怕水質會動彈 看這 那這個黑黑一缸一缸 就是那個白點蟲 它走出來 它在夾後 它的傷口 這兩隻 然後這個裡面的老魚 老魚基本上它不能有那個東西 它那就是 它的抵抗力會比較好 然後另外 小黑 那一隻 它現在還在那裡沖沖沖 那就是辛苦在沖 小黑今天稍微有辛苦在沖的跡象 就是偶爾會這樣 這樣 我就覺得說 那個什麼 裡面的糖可能稍微有在沖 要煮 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那個 另外一隻那種怎麼沒有 等我看看 還有一隻紅色小丑在這裡 這隻小丑 目前也是正常 目前也是正常 紅色小丑 好 然後 兩隻蝦 這隻換了它就沒有在那裡找了 這個老魚的觀察指標 這個小青魚 青雀 青雀 一二三 三頭都還好 這隻 你看看這尾 稍微這樣 這個是 換水 加太快 基本上這樣 明天一定要退掉 但是就是食量什麼東西 如果都OK的話 基本上 海水魚 你剛適應環境 大概前一個月 尤其是前兩個禮拜 會比較嚴重 差不多 我是第七天走出來 但是走出來 你會慢慢拿 這樣 昨天 水質 就是 要怎麼說 這蛋白質有很黑的 你知道嗎 全部都有幫你頂用 今天換 18公升的水 第一次換水 人工海水 慢慢 明天要退掉 就這樣 現在是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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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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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雖然就走 越愛越走越久 好 加油